经过行政医通计 台湾新移民的铃口已经有55万人 跟原住民的铃口相当的借金 为了让想要进一部 核心专业纪念的新住民朋友 可以有丰富专业的选择 只要由你台下 在台湾山海原合作发电车经货的理事中 黄伟能迫出的判断之下 18号正设成了台湾新住民 国座人材背后到山海合作备台 最主要现在台湾地区的新住民 大概也55万人了 实际上跟台湾地区原住民的人数 其实差不多 那这个区块实际上 因为新住民在整个发展过程里面 有很优秀的第二代 那也有一些 因为婚姻移民嘛 所以有些比较弱势 那我们希望能够积极培育 这一些的新住民的二代 所以我们成立了 台湾新住民国际人才培育 及产学合作的一个平台 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个平台 可以把新住民的一些朋友 他的一些 甚至有些朋友很优秀嘛 他的一些能力能量 然后一起进入到这平台来协助 培育二代的原住民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平台 能够有些产学合作 把我们家要优良的一些 像食品啊 像装品啊 像药理这个区块 做一些训练 然后培育这些 算是算培育他们的技能 然后也可以透过这样一个平台 然后能够扩展 我们甚至希望能够跟中央争取资源 在这个区块里面 把这个新住民二代的培育的技能 更加精进 这是我们成立平台的目的 除了培育林材以外 好好要求跟这些新住民 学会来合作 当然要讲对他们 国家得育的事部制作 来有系统的区块 希望这次SOP 让想要倒入这些三页的民众 可以更加轻松 想要了解 相关主顺的新住民朋友 也可以跟家人 有利台好的帮助来查顺 但新闻国伯瑜 彩虹不得